戰隊雲渣男聯盟總召 王孝偉先生 歡迎 主持人還特別介紹 邀請貴賓上台 他就是人稱豆哥的王孝偉 就在一個月前 台南普及店點燈儀式 地方重量級人士全來了 傳出早在2010年 賴清德剛選上台南市長時 當史為競選發言人的陳宗彥 就接受樁腳招待上酒店 這也是他跟酒店業者 豆哥和小芸認識的契機 這顯示豆哥在地方的人脈和實力 難怪立委王宏威大酸北兆南鬥 因為民進黨不是黑道黑幫 就是提供性交易的酒店業者 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們的黨員 你們的黨部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的常污納購 而賴清德你所謂的少黑 真的是少真的 還是少假的 根據石小新公布的監聽一文 豆哥2013年 王孝偉打電話給一個人 自稱朋友陳董 要拍個勾三秀六的 就這麼剛好 在這通電話之前 豆哥才剛跟陳宗彥見面 沒多久就讓被卡關的消防安檢 順利拿到執照 銀行有對價關係之嫌 可是當時這起疑似捲入映招業者行賄案 南檢已查無事證簽結 不但沒約談陳宗彥 後來也不了了之 外面都在傳說 地檢署 叫民進黨 台南市市長 很認識 我想大親戚 要說錢賊 雖然南檢強調依法牽結 絕無包庇吃案 但高檢署決定要重啟調查 是要自欣還是親人 外界都等著看 記者劉鵬宇 林柏睿 台南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